嗨 大家好 今天是3月21号周二 今天美股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反弹 一方面也有人再度确认 所有的deposit 美国银行的 美国所有银行的存款都是安全的 同时很多银行的CEO都在讨论 怎么解救FRC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道琼期货涨了330点 标普涨了55个点 纳斯达克涨了188个点 一方面我们看到今天NVIDIA 它有一个开发者大会 杰森黄再度确认 待会我们会聊一下NVIDIA 他说现在AI人工智能 就是一个iPhone moment 将会大面积的开发 就是不断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利率 全线的上涨 那么现在市场上已经Price Inc 基本上预计25个基点的升息 昨天有一位基金大佬 可以说是华尔街数一数二的大佬 叫Neilson 他说银行的暂时的风险 已经得到了去除 那么出现了80%的一个上涨 80%的几率 所以80%的几率是要加息25个基点 我认为明天是一个做空的点位 做空的点位 标普期货看4067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PY 我们来看一下继续数一下浪 最近我也不想发表太多的 比较偏激的一些看法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波打到一浪二浪 对于波浪理论爱好者 我们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是一浪二浪 这是一二三四 打到这个三浪 大三浪以后呢 大四浪 然后我们走到大五浪 那么现在整个的一个反弹呢 应该是一个下降窃行 打到这个位置 对吧 今天大盘标普呢 如果我们看六月份到期的主力合约 就因为我看的是期货为主 还是打到4044这个位置 有点回撤 回撤 那么如果美联储明天加息的话 加息25个基点 我认为对银行乃至很多的行业 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但是现在的tricky parts 就是美联储原来要加息50个基点 板上钉钉 现在呢25个基点 而且可能随后利率出现这个停止加息 美联储进入一个宽松期 这个对纳斯达克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 比较复杂 我们看到基本上美国的这一波 它这个东挪西城呢 已经稳住了这个金融行业 那么我们来看它明天呢 打到4067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们看今天的这个期货的走势 期货的走势 我今天在咱们的直播间呢 我跟大家讲40 我给大家讲 我说开门的时候 我说标普期货看4009支撑 4067压力 今天短线看ABC 熊市反开到标普期货4067 4009准备挂单满 现在是二浪熊市反开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我这个给大家发的 就是我们直播间呢 每天呢会有给大家一个 数浪的爱好者 数浪的爱好者 咱们数浪的话 别数的太过于的上头 不要说一路看跌下去 因为我们这一波呢 打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走了一个ABC反弹 周日咱们打到了 这个上周二上周五 38 应该说3897 这个短期的一个底部 打了一个ABC反抽 反抽 打到4067 或者这个400这个位置 今天就打到这个4043 这个位置 没有到4067 没有到4067 所以这个呢 还是一个大的ABC的反弹 还是要往下 当然这个行情呢 不是由老王说的 而是由华尔街的主要的 就是大家的总体的资金 在这个二浪 是不是会在这里 就是转头向下呢 我认为概率是非常大 我认为概率是非常大 那么我们要说一下 这个NVIDIA NVIDIA今天开了这个 它开了一个 这个发展者大会 这个股票呢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从越K线来讲 这个行情呢 它是第一个翻上来 咱们这个人 1996年上市 走成一二三 这个 这一波是三浪 这个是四浪 然后呢 咱们这个还是在往上走 现在呢 已经突破了258这个位置 也就是0.618 下一个阻力呢 可能是298 278左右 0.786 如果突破的话 我们这个NVIDIA 可能还去创新高 我们再看一下 特斯拉今天是抽了10% 8% 原因呢 是在欧洲 它的销量呢 增加了50% 因为它降价 通过降价来打垮敌人 我们看到 它这个NVIDIA 但是呢 这个二浪的反弹呢 有点猛 已经break out 那么咱们这个A B A B C 反抽 反抽 已经把这个 如果这个是第一浪 已经把第一浪打掉了 但是我最看好的 这个高科技股呢 还是NVIDIA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QQQ QQQ它相对来讲 比较强 它比较强 已经打到前期高了 打到前期高了 但是我们错过了这一波 因为我们当时呢 最近两周都是在关注这个 对吧 咱们在关注 整个的银行体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大盘走到这个ABC 反抽以后 再走了一个ABC 又是下跌 然后再走这个ABC 整个呢 还是在一个波段的区间 波段的区间 还是在来回的一个大幅的 宽幅的一个震荡 宽幅的震荡 你如果说这个是 第一浪下跌的话 这个反抽都要已经 把这个前面的高 给打掉了 所以这个NAS达克呢 它非常有利于 这个美联储停止加息 或者说暂缓加息 或者加息的幅度又减少 所以这个 我们知道我们注意 它的领涨 它这一波呢 跌下来反抽 这个标普相对来讲比较弱 所以明天的这个 明天的美联储会议呢 将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暂时呢 我做空不会去看纳指 纳指太强 我们可以看这个标普 如果到4067 明天是不是应该做空 欢迎大家到我的直播间 我很难给大家讲 我不想在这里 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老王的话 加微信 因为我给大家讲了以后 大家也不大明白 所以加微信 channesetfair 2022 或者打8009 88561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